歡迎各位收聽SNFT頻道 上一次就跟來哥、陳尚來 香港的一位資深的體育傳媒人 做了一個分享 說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些情況 或者大家要注意的一些要點 今次就厲害了 不如說一些來哥最在行的體育 好嗎? 好嗎? 來哥呢 來哥呢 我知道你 其實基本上在大台最在行就是賽車 基本上沒有哪種賽車你是不認識的 我想你差不多全部都講過了沒有? 都講過了是不是? 香港有吧 基本上都差不多齊了 全部都... 四個輪子 兩個輪子 三個輪子 三個輪子都講完 三個輪子都講完? 是甚麼來的? 還有一種電單叫SyCar 是嗎?我真的沒聽過 SyCar 真的有趣 其實賽車這個項目 其實真的很因人入勝 我們小時候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看澳門大賽車 及後就是珠海賽車可以上去自己玩 還有就是有機會看到電視的直播 其實在你們的角度 賽車是一個甚麼活動來的? 我經常都跟人說賽車就是三個人玩的 嗯 我知道 車房仔 這個不是 我猜有錢人 有錢人 哈哈哈哈 有錢仔 是不是? 還有鼓滑仔 哦,鼓滑仔 咦? 那就是你好像說有一個城中 就是香港城中最出名的那個 甚麼歌 甚麼歌 那是甚麼哼 就是這樣 賽車引人入勝的地方在哪裏? 男人呢 如果說我不喜歡賽車就好笑 嗯 就是個個都覺得賽車地英雄地 是 哇,兩個人比賽的時候 你砌低他 這些是壓倒性的性 是 那是阿菲正傳 很多那些 甚麼阿羅的故事啊 那些是嗎 就是兩個人鬥而已 然後贏了那個 那個女生就很喜歡他 嗯 就是這個賽車是沒有辦法 是一種 男人很想去參與的一樣 是 就是因為這個是 那賽車還有很多的類型 有大型的 是 是 是 有些很小型的小型賽車 電單車 都可以畫風變為人 喂,不說你不知道 我也有機會曾經之前接觸過 就是一些賽車的訓練班 training course 對 他們叫做 對,training camp 他們叫做 就是當年呢 我有機會就是在一個 機構做一些 的採訪 那那個 珠海的其中一個 formula 那個的老闆 那他就 喂,既然你 沒錯 雷諾方程式 即是阿葛富城 當年去蒙沙賽車場 玩那隻 那 那 我沒有記錯是 15cc 15cc 的 1600 1600 來的 1500 他說 他說 不如這樣 既然你採訪得了 不如這樣 我給一個 2日的正常 即是 好 regular的一個 training course 給你 你去感受了這個賽車 這個 模式 是怎樣的 你才報導得更加全面 那結果呢 我就有幸 就參加了一個兩天 真是 一模一樣的 跟他收錢的 會員呢 的course 是一模一樣的 全部的 所有的 程序 是跟足的 最後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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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ourse 標價 好像兩三萬 很重要 現在好像 好像更貴了 因為他那時候 為什麼呢 那時候剛剛流行 那時候剛剛流行 就是 意大利蒙沙賽車場 就是郭富城那期 還有 就是什麼呢 那時候 李英健剛剛出道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李英健 Machi 那時候 他的車隊 就是有Machi 另外 他偶爾就會推廣一下 郭富城那些東西 所以呢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時候 都很興奮 不過呢 大部分 都是一些比較 富裕一點的 一些 人去參加比賽 就沒有 好像現在這樣 現在就很多 小孩子都會參加 那些卡仔 去 去 譬如深圳 去東莞 那些參加 那些卡仔的一些訓練 甚至乎是 全國比賽 上中國 現在就多了這些 現在中國 小型賽車場超過200個 這麼厲害 是啊 但是真的合規格 有多少個呢 可以正式比賽 有多少個呢 那有不出十個而已 哈哈 會不會上海那個其中也是呢 你那上海是 FORMEL ONE 以前那個 是啊 旁邊那個 是 那其中一個 哦 那都很厲害 那其實都 那其實除 除了這個 賽車啦 那其實之外 有沒有哪一些 的 另類的運動 你是會建議給一些 家長朋友 或者是一些 現在想找一些 另類運動的一些人士呢 其實就 香港的體育運動 如果是大的體育項目 其實的水平都不算 譬如現在 游泳啊 籃球 足球都積極化 是 那還有譬如說 譬如說 彈車啊 啊 保齡球啊 那些全都是世界級 是 那所以你真的要 找這些項目 你能夠 子女提防 香港隊 或者有機會 去參加國際賽的話 嗯 其實呢 都是要 往一些 所謂比較藍蠻的項目 沒錯 沒錯 譬如說 草地滾球 沒錯 你說的是 香港隊 香港不頑皮的 英聯邦冠軍來的 你令我想起 我以前有兩個同事 他們真的就是 你說這個 草地滾球 他們就是拿煲的 香港代表隊 那他們試過去 去很遠的地方 曾經我聽過他們說 有一個是去過 好像巴西 去到南美那邊 比賽的 這個是他們 他們自己 很大的 真廣見聞 老實說 就算可能你家 怎樣 富裕 或者 怎樣鬆動錢 都好 你不會去一些 大家 不是常去的地方 去 去那邊旅行 就是現在 反而你 參加這些 另類的運動項目 這些 比較上 不是那麼 普遍的 運動項目 都有機會去到外國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 挺好的機會 給小朋友 去增港見聞 是啊 還有你去到外面 比賽的時候 其實很多機會 就接觸到外國人 一般我們在香港 接觸到的 都是大家說英文 或者說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 如果去到外面 例如說 聽一些西班牙話 聽一些 歐洲的不同的語言 普通話話 其實 起碼你有些認識 等於我那時候 去世界杯 去 去 去不同的地方 其實都聽很多西班牙話 普通話話 是 那你就習慣了 你是最多 由奧運 世界杯的 你 潘忠明 忠爺 那些 全部都是 去很多不同的國家 去採訪 是不是 這個是 對於人生來說 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我覺得 是啊 所以就變成 你有機會去 不要說去到 最高的香港隊 比如說 香港有些二隊 三隊 都經常出外國盟 比賽 沒錯 如果真的去到這些 能夠代表 香港而是 二隊三隊去 你都是一個好機會 或者 比如說 有些會的比賽 嗯 會和會之間 其實是比較交流的 如果有會的比賽 你去到國際賽事的時候 其實對你來說 都是一個經驗 和在你的履歷上面 都會有一個credit 沒錯 不講不知 其實呢 我 做這個錄音之前 我都問過一些 譬如加拿大的一些移民顧問朋友 其實 加拿大那邊 就有一個叫做 self-employed 叫做 自顧移民的計劃 自顧移民 是的 自顧人士的計劃 原來呢 其實講回 我這個頻道 其中一個飯素就是 講移民 移居 是不是 那我們進回題了 進回題了 其實呢 運動員 運動員 他們如果是參加一些 世界級的一些項目的話 的賽事比賽的話 其實他們是有機會 去 申請這個計劃 當然 成不成功 就不知道 但起碼他有一個機會 就是 他已經見到那個requirement 就是 用這個自顧人士的計劃 去申請 加拿大的移民 現在那個 即是有嘉賓 不是 他簡直是 因為是這樣的 我沒有記錯 他自顧移民 其實有 一個大類 就是agricultural 即你是農業的 另一個就是Everless 即是 基本上兩大類 其實你有世界級的 或者是做農業的話 其實你也是可以 從事這個自顧人士的方向 去申請移民 那大家真的要想 是啊 因為 其實很簡單 你當我剛才兩個 即是舊同事 他們真的參加那些 可能是英聯邦 以前英聯邦賽事 或者可能是一些 一些世界級的項目的賽事 即是打草野滾球 其實那些已經是 classified為一個 是世界級水平的賽事 當然啦 如果你能夠 拿到排名的 高成績的 那你申請到的成數 就更加高 如果你是代表過 出過賽的 那可能對你的分數 或者對別人去 評估你那個成功的機會 都是相對高了 是啊 是啊 這個真的要想 但是譬如說 但是不是很多項目 都容易參加的 譬如說 我們還可以想一下 譬如說 野外東鄉 哦 拿著 拿著 叫子岩針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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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圍走 在那個 郊外 或者公園 找一些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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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近年興起 那個什麼 踢演 演球 是啊 學校那些 現在簡單 那個錢又不貴 買一個演員回來 幾元雞 一班幾個同學 就一起踢了 還有呢 跳繩呢 是啊 也是一個很容易的項目 就是容易去爭 但跳繩現在香港選擇 是世界級的 你要代表香港 就不可以 這樣也是 現在香港 已經創了很多世界紀錄 贏了世界冠軍 整體的水平 乃得很高 我聽他們說 跳繩那班 那個訓練呢 也挺欺負的 哦 是啊 就是要他們的父母 頂得上 因為他真的 一路跳的時候 一路做些動作 又回來又回到 真的不是容易的 你的身不輕 也挺難做的 哈哈 哇 真的 今天 那個時間都差不多了 今天真的 多謝你 幫我們這個 SNFT 這個 channel 做了兩節的 錄音 我們再提多一次 來哥 你那個 體育T1T的頻道 你可不可以再介紹多一次 體育T1T 體育就是正常的體育 T就是茶 那個T 英文寫法 是 然後內容就是 主要訪問一些 香港的出名運動員 香港的過去的歷史 跟香港有關的事情 因為我們訪問他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以往可能有些小港的題目 他拿出來講一下 大家希望深入一點 跟他聊天 這樣 嗯 這樣說 又祝你的頻道 多人like 多人share 多人subscribe 和多人按鐘 另外我這個也希望大家可以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鐘 沒錯 支持一下我們 今次講到這裡